我小時候就吃我阿嬤龍蛙粿長大 因為我之前也在外地念書 外地工作嘛 結果回來就會來阿嬤這邊吃龍蛙粿 就聽我阿嬤講說 她想要收掉 那時候她還開始想說 這個東西可能會不見 為了記憶中家的味道 為了自己的家 這九年來幾乎是美麗的 每天清晨六點 徐韶陽就會出現在小店裡做碗粿 繁瑣的事好多 調味很重要 成敗就在這個動作 這是一次的機會 只要一次的機會 熱水太燙太多 米漿過熟可不行 水少溫度不夠太深 整鍋就爆燒了 你去沖那個碗粿 吹出來就會用頂戴的現象 頂戴就是下面很硬 但是上面水水的爛爛的這樣子 它是有流動性 但是又不會太水 就有點咯咯這樣 有點咯咯這樣子 那是最好的 要能一次達到這標準 她可是跟在阿嬤身邊 練習好幾個月呢 吳添加只靠拿捏冷熱筆 來控制口感不容易 每個步驟都得靠經驗和人力 所以我的東西都很好 我這碗粿都吃米的 都沒有學別人去 都沒有 真的很疼 那都三塊百米 就開始搖 搖碗粿 搖了 搖好 又賣 重點 所以開業30多年 一路做到80歲的阿嬤 後來才會萌生收店的念頭 想改中文旦打發時間就好 否則兒子沒興趣接手 要孫子放棄當業務工程師的 大好前程也可惜 就是我回來之前的工作 其實我年薪已經超過200萬 那其實那時候是很大的落差 就是那時候在回來之前 其實家裡面其實是反對的 家人看到的是 許韶洋在新竹科技業 能常出國洽工的好工作 沒看到的是 他想陪伴台南七小的渴望 要回北部的時候 就那種感覺就像 當兵在收家的感覺 很痛苦就是要離開 離開小朋友 所以其實是 那種心情是很難過嘛 就會不捨 是對家的重視 讓人決心改變的 許韶洋從小和阿公阿嬤一起生活 對他來說 碗粿是家的味道 美滿家庭是一直以來 心裡的嚮往 所以才會在阿嬤說要退休時 他很快決定回鄉吧 傳承手藝也能兼顧家庭 而為了確認這條路可行 他還去做了市場調查 那我們應該要先走一圈 就是把台南有名的碗粿先吃過一個 吃完之後我覺得我阿嬤王鬼 真的蠻好吃的 我阿嬤還有一群 她自己的客人 所以我覺得她其實確實還是有一定的 她產品一定有競爭 只是真開始獨當一面 才發現不簡單 起初為了省錢 沒買正能定溫定食的蒸香 而是沿用阿嬤的老蒸籠 吹煮慢失敗率好高 其實她是花我最長時間 但利潤可能是最少的 那幹嘛還要去 就說的當初的初心 其實也比較賺大錢 就是一個傳承 所以就還好 而傳承也不是學會手藝就好 還得能生存 那是更大的挑戰 阿嬤的小店 可是處在麻豆挖柜名店的旁邊 隔壁生意那麼好 走四個只要一個進來 我應該生意就可以撐下去了 這樣子 後來發現十個都走過去 沒有半個進來 這樣不行啊 我們就自己去拉客 懶客並非長久之際 為了讓小店受注目 得動點腦筋 當時她想到的是邀請 在地藝術家辦活動展覽 把人帶進來 不料當場就被潑冷水 她就問我說 我們是做什麼的 因為她過來我們店裡 然後問我說 我剛剛說我們賣挖柜 我就感覺那個氣氛 就立刻變你知道嗎 她就整個人變得很嫩的感覺 回頭看看自家店面 真怪不得別人 所以她決定別省錢了 徹底改造吧 只是請工人來 把磁磚一敲 阿嬤火了 都三十幾年了 早就都斑裂了 可是她就覺得 因為那時候貼磁磚很貴嘛 整間貼起來很貴 她就跟我說她花二三十萬 你如果說不定這樣 每天來罵 就那邊施工幾天 就來罵幾天 省慣了的老一輩 心疼孫子花錢 也擔心這麼一改影響生意 而事實果真如此 很多客人就覺得 這間店已經不是我阿嬤 我本來的店 它是一家新的店 所以老客人也流失了 因為剛開新的客人也還沒有進來 所以等於是清黃不接 沒有舊的也沒有新的 就是非常痛苦的一段時間 那時候真的非常的 非常的慘 五月開始營業 然後隔月我媽就問我要不要收掉 要收收嗎 真的生意不好賠錢 只是唯一出負意料 是賠得比想像中還多 吃不下 真的吃不下 就是吃不下 自己充滿貴的吃不下 不是因為不好吃吃不下 是因為真的就是 真的就每天在想說錢要 怎麼去蘭克 錢要從哪裡來 消沈的許少陽不斷告訴自己 不能坐以待斃 週月初常被拒絕 所以對我來講其實是說 這條路走不通了 是什麼原因 我們要想辦法去走 找出下一條路 是解決這個問題 這天有張訂單 小外送到一間咖啡店 少少的亮麵 對 為了彰顯我們的氣質 我們就從這邊這樣子 可能是天生幽默樂觀 又受過業務訓練吧 當年許少陽沒滴潮太久 她主動到南科拜訪廠商 地定餐名片 再積極參加活動跑美食展 不怕過程折騰 哈囉 美食展的聲音很好 我不可能凌晨才吹 我可能半夜可能十二點就開始 開始備餐 開始吹吹吹吹吹 所以要早上 然後把它弄好 就開車載上去 然後賣完之後 下午再開回來 然後再準備開始吹吹吹吹吹 隔天再 就這樣四點跑四點 就這樣漸漸打開人脈 有了現在和咖啡店 飯店百貨等等 好多一夜結盟的機會 但他們因此停下腳步 而是想辦法要更進步 許少陽開始跑產地 找品質好的米和醬油 還有挖櫃裡的豬肉 後來在朋友介紹下認識郭世峰 在麻豆養豬的他 堅持不用生長激素 慢慢等六到七個月 讓豬健康長大 許少陽認同理念 換用這裡出產的豬肉 沒想到卻是個挑戰 像人家的豬雞和肉雞的感覺 我剛才換得痛苦了 真的 我有跟客人吃 對 他們人家 剛才開始換我的肉 他說 我怎麼會這麼頂 沒有像外面的那種 試了好久才找到 把肉切細絲 泡水果酵素軟化的方法 這比傳統做法又多了一道工 但他不嫌麻煩 反而覺得好值得 因為是一點一滴的改變 才讓小店慢慢站穩腳步 他的用心受到肯定 終於實現在店內 辦畫展音樂會的理想 拉近年輕人 和傳統小吃的距離 而為了走出一條 和名店更不一樣的路 許少陽還有好多創意 像是大膽地把 哇桂果粉炸到外脆內軟 搭配塔塔醬 用口感口味上的 衝擊來吸引人 他還自學炒花椒油 調配義式香料 做出川辣和香草風味的哇桂 後來這些嘗試 阿嬤們再反對了 他很厲害 他們五種味道 要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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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什麼火 那真的小店人 就都愛吃 不敢吃味道 因為孫子的努力 老人家都看在眼裡 麻煩 煎吃 怎麼說 一早就來找大小店 要去扮大小店 還去顧大小店 還去顧小店 還去照大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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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 我們找不到 那小店那麼乖 那麼苦難 但這個滿分的阿孫 卻很謙虛的說 是有妻子一路相挺協助才有今天 人力有限 利潤不多 但能邊工作邊看著孩子成長 就足夠 當你覺得成功的時候 你就完蛋了 因為就準備開始往下走了 所以我覺得 我從來沒有想過陳真真 而是說我到底得到了什麼 是不是得到我當初想要的東西 到現在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實現的 就是你看我阿嬤的味道還是在 那我就每天都可以回家 都可以看到小孩 你看我之前跟當兵一樣 家裡才看得到小孩 所以我是覺得其實這些東西 我都已經有 而且我認識更多朋友了 認識更多人了 我覺得其實我過得是更開心的 這是年薪百萬之外 更踏實的人生成就